哇 相隔37个焦日 在狗年封关倒数第三天 台股今天终于重新站回了万点之上 而台股今天中场涨了43点 收在1013点 是不是真的能够领个红包好过年呢 好 这件事情 台股今天之所以能够再创新高 站上万点 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上礼拜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记得吗 我们全球新观点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专题 说啊 根据国泰的调查 有百分之三十 六十的人都认为 台股这一波会跌破九千五百点 而且占上一万一千点的这个比例呢 全股民只有百分之六的人 看好台股会占上一万一 上个礼拜我们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就特别提醒您 股市的八二法则 有时候越少数的人看的看法 有许能够成真 果然台股就直接往万点 会不会继续往一万一千点抽 好 现在市场上的信心好是开始又在转变了 那除了信心的氛围之外 当然还有一个实质的刺激 那就是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又在续涨了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 上个礼拜五更是飙涨了百分之二 所以上个礼拜五的夜盘 如果您有看我们全球新观点的话 我们也特别提醒您 其实夜盘表现就非常的活蹦乱跳 一举就突破了万点 所以带动了台北股市 今天果不其然 开盘就跳空站上万点大关 虽然盘中好像有一点点小欲震荡 不过还好全股股回神 所以呢指数今天就收稳在万点的大关 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喷出连两红 接下来这几天 还有没有办法持续受到资金行情的青睐呢 所以我们看到了新台币今天 转身资金行情回来了吗 而贵买指数今天也一样涨 而且表现非常好 贵买指数在今天还在创今年来的新高 所以在过年之前啊 这个中小新股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活泼 OTC 日K 连四红 好 年前呢 这个红包行情升温 当然也少不了外资的偏多布局啊 上个礼拜呢 其实就看到了外资多单已经加码 这个来到了六万多口了 那创下今年的来的新高 那虽然外资今天在台指期 多单是卖了两千多口 没有去创新高 但是在现货的部分 还是在大买了62亿 显示偏多的心态 然而能够让外资回头大举加码的 当然要感谢美国总统川普 终于愿意重启政府了 好 我们看到了外资翻多的三大理由 第一个就是美国政府有机会重新开门了 好 关了历史上这么长的天数哦 所以现在川普呢 跟国会签署了临时预算法案 不过 只有重启三周哦 也就是说现在呢 会营业到2月15号是没有问题的 情人节过后一天 那川普跟国会达成妥协 说签署了让政府运作三个礼拜的短期支出法案 但是这当中的变数 第一个 因为这个法案不含 他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坚持要盖的美墨边境逐墙预算 那总算呢 虽然打破了政府停摆的僵局 不过 这背后你知道要败谁所赐吗 就是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胜利 因为裴洛西在跟川普在这场这个对决当中呢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他从头到尾态度都非常坚定 他跟川普说 他们呢 绝对不会让步 而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试探 的确他们就是没有让步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让裴洛西占上风 所以呢 这一段时间以来哦 这个川普的民调一直掉 掉得非常非常难看 那再加上呢 的确政府关门影响到很多人的权益 像是飞机都没有办法飞了 25号就发生一件事情 说这个美国东岸的主要机场的班机 因为政府关门啦 影响 所以被迫停飞哦 哇 影响到美国人一般的生活 那当然就是民怨高涨啦 还有数千名的国税局员工 没有办法到班工作 所以最后逼得川普不得不退让 所以这个裴洛西的生意换来了 川普终于签订了这个临时合约 好 位置翻多的第二大理由 就是美中之间的谈判 现在呢 休战90天 好 快要倒数计时了 中美的贸易战空窗期 刘鹤在1月30号要到美国来谈判 刘鹤呢 他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哦 那他这个礼拜要率团前往华府 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磋商 不过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变数 因为这个时候世界贸易组织WTO 他们的争议仲裁小组就美国 对中国的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个案子呢 WTO要展开相关的调查 那外界就在分析说WTO自己发起的这个调查 有可能让即将到来的中美贸易磋商局势更加复杂 所以虽然外资偏多 看起来美国政府要开门了 看到了休战90天 两者朝和谈更进一步 但是这当中都有一些变数存在 再加上现在在资金行情的部分 好像反映出来 缩表有喊停的可能性吗 因为现在联准会的干员频频的释放出来 说要扩大保留公债资产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不想要再缩表了 缩表就是把市场上的资金回收一点回来 这个水龙头要关紧一点了 但是现在如果他们愿意结束缩表的这件事情 那就代表他们不再关水龙头了 反而要往市场上放水 放更多的钱出来 是不是资金行情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呢 所以所谓的缩表就是结束 收缩这个资产负债表 那如果要结束这件事情 就代表他们不要再紧缩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风向球骤然一变 本来从去年开始 大家说全球要迈入了升息的行列 联准会开始在升息 全球好像很多的央行都在跟进 但是没想到去年下半年 这个景气表现骤然往下 急转直下的状况 大家觉得如果再收资金 有可能会对于全球的资产 造成莫大的冲击 所以现在大家本来在紧缩 现在反而变成要宽松哦 那如果要宽松的话 是不是真的又对于市场上的资金行情 能够再有益助呢 所以我们就来猜测一下 这个礼拜FOMC的会议焦点 就是会转向缩表议题 那代表新一波的资金行情 是不是真的在慢慢的发效 好FED缩表喊停的这件事情 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利率 好市场上预期 利率呢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的 还是维持在2.25%到2.5% 因为它好不容易才从2慢慢慢慢的升上来 就算现在要停止再升息 但是也不可能马上降回去啊 所以这个礼拜的会议当中 可能利率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另外重点就是聚焦在缩表的这件事情 现在呢有可能要处置资产负债表 所持有的公债组合 买卖一买一卖 当然在公债的资产比重当中规模 他们本来希望这个规模是缩减的 但是现在如果要聚焦在缩表的话 就表示他们希望在结束缩表的这件事情当中 开始不要再把市场上的资金 关谁龙头关得那么紧 所以1月29号到1月30号 就是明天后天的时间咯 美东时间 FOMC的政策会议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结束缩表的这件事情 当中释出一些风向球 如果可以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市场上的资金 早就闻到了这样的异味 所以全球股市才会在国际众多的利空当中 元月份的行情反而慢慢的金金涨 市场上的资金会说话